你是不是要拿出一些反制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的护照上 把中国大陆的地图摆进去 他摆我们 我们就摆他 为我们相信 德云长城 德云长城法摆进来 蛮有创意的 这个还是一个 社会整体的警觉的问题 今天民进党 很强力出来的主张 甚至于上街头 如果人的心理 社会整体的心理 没有这个警觉的话 那你只能是 你就是去上街头 你在更激烈的这种言辞 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 这是社会集体的警觉的问题 那我想社会集体的忧虑感 是有的 那中国的势力 跟中国的影响力 其实每一天在台湾 都在增加当中 那你说2012年的两岸的问题 是不是一个 是一个 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那我想应该是 倒也不是九二共事的问题 而是九二共事 被成功的转换成是一个恐吓牌 那为什么会有恐吓牌 因为已经有很多中国的商业的利益在里面 那媒体的问题 我必须说今天的媒体 已经到了变成是一种商业化 那换句话说 媒体的价值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只有财团买得起 财团看起来很强 可是财团看起来也 事实上也很可能很脆弱 因为它之所以变成财团 变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的势力 它后面应该有一些的原因 而掌握这些原因的人 它就可以影响财团 而财团又可以影响台湾的这个 民主化跟商业化的社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困境 所以你看不同的财团进来收购媒体 你觉得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你觉得就是财团买媒体 跟欧美社会或许差别不大 但是你忘掉了一件事 财团之所以成为大的财团 财团看起来是很强的 但是它有它脆弱的地方 而这个脆弱的地方 很可能都掌握在对我们 是一个不利的因素的手上 林华 其实主席大概讲到媒体这一块 你大概没有把它 你可能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 我就引述余英时院士讲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的话讲得非常直接 他说中国透过台商 在买台湾的媒体 其实这句话 点出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还是延续 想请教主席中国政策的问题 因为其实你在卸任主席 当天你有提到说 民进党以后要多了解 多认识中国 多跟中国来谈判交流 可是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它会碰触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刚刚大家提的是生活的问题 但是它会碰触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就是主权的问题 比如说 中国最近把在护照上 印上了清水断来 印上了日月潭 说这个是它的 可是民进党的主张 显然跟中国的主张是不一样的 那大多数的台湾人也认为说 台湾应该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我想这个大概有八九成的 是这样认为 这个核心的议题 将来势必会触及 那如果说民进党有机会在执政的时候 现在感觉上 两岸之间的交流 主动权不在台湾 是在中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媒体 说如果这一次整个 余英时院士讲的话 如果不信陈真的话 中国透过台商买台湾的媒体 你觉得民进党2016的选举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期待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政党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可是大家都忘了 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这个力量 尤其是在台湾 其实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力量 一个政党 一个政治人物 甚至一个政治领导人 他要把一个国家从困境里拉出来 他必须是一个社会的动员 社会力量的整体的集结 那我们现在看不出这个社会力量的集结 大家都把箭头直向政党说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 那我相信政党也应该做 但是政党做了它的效果 如果说你的社会力量没有集结 来支撑这个政党的时候 他在做再多的事情 他以言再激化 他甚至行动再动作再做更大 其实他都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势 所以我一再讲说 这个是一个警觉的问题 但是我也必须要承认 这个政治的领导是很重要 有政治的领导 有社会的领导 这些社会力才会集结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它必须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集结这个社会的力量 来挽救这个国家的命运 主席你刚刚在这里面讲了 过百度没充满过乎做 这个事情大家现在都知道 所以你在前一段也讲过了 你去问了那个新店的那个支持者 他说我只能去拼我的三餐 我只能去做生意 我没有办法上街头 即便现在我们看到上街头 也对这个政府没有任何的能力 你刚刚讲的社会力太抽象太空泛 他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具体的能量跟力量 这个是大家所看到的悲哀的地方 当劳工跪在那里 三步一跪九步一扣的那个状况下 这个政府无动于衷 当这个愤怒的丢鸡蛋也无动于衷 所以那个悲哀 台湾社会深层的悲哀 跟你刚刚讲的无可救药的乐观 其实形成非常大的落差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台湾社会一直非常阴霾 那个阴霾是因为似乎看不到 你刚刚讲的社会力的这个动能能够起来 而你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你有看到那个连结吗 我觉得不是无可救药的乐观 而是你必须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必须要对这个未来有一定程度的乐观 如果你做一个政治人物 你对未来是绝望的 那你为什么还做政治人物 那你一定是要带给这个社会一条路 一个希望 那你刚刚讲 没有说你如果是上街头抗议示威 或许这个执政者他会吓一下 那如果很在意他的支持度的人 他会觉得说他支持度会降低 他会稍微改一下 但对于一个已经很低的支持度的人 他或许他不在意这些事情 或许他觉得他心里正在对做 做一件事情是他的历史定位的问题 他不会去很仔细的听你讲什么样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我们自己来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到处去找人对话 就是大家形成一个共识 那形成一个我们将来要走的路的一个凝结 那或许2016年民进党在执政或许会晚一点 但是当他在执政的时候 这个社会已经聚集好了 这个共识已经打成了 他的执政的第一天 他就可以开始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在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 让整个 就是说我们提前来做社会 这种意志力的凝结 跟社会共识的凝结 当你执政的第一天开始 你已经把做好 OK 所有的准备了 等一下 华君 好 不过主持我们就来看 我们看其实现在此时此刻 大家感受到最深刻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族群 或是可以直接说是职业之间的这个对立 真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 甚至包括像是我坐骑车 司机问我什么 你是不是军公教啊 我说我不是啊 他说那就好 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心情感受 会觉得说 直接会有那种对立的气氛 不断在酝酿当中 而不是说 现在我们已经等不到国师会议了 我们只怕的是说 现在整个撕裂也是越拉越大 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该要怎么办 怎么样凝聚大家的共识更多呢 其实人民会对立 这是政府的责任 这不是人民的责任 所以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得到 现在是有这个氛围 也就是说 军公教觉得 这不是他造成的 这不是 这是每一个阶段的政府给他的 但是劳工觉得 他的生活很困难 那军公教相对待遇比较好 他们退休又比较好 那这种社会的不公平感觉 是存在 那也就是这样子 才是需要有一个社会平衡的过程 那如果我们大家 能够再一次的凝聚起来 再一次的把声音放大 包括你的节目 告诉这个执政者 国事会议 所以他不喜欢他叫国事会议 叫别的名字也没关系 那我们有一个社会的凝聚的过程 跟社会的平衡的过程 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要特别强调 这种解决方案 绝对不会是这一个精英 坐在屋子里说 决定说这是对国家最好的方案 应该找出来是这个社会 共同可以接受的 而且有那个平衡感的那种方案 我们真的不要觉得说 有一种父权的思想 说这个是对这个最好 在民主的社会里面 其实人民的这种公平的感受 跟这种利益的平衡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主席 如果同样刚刚怀宣讲的这个问题 假设今天如果您是坐在 坐在那个总统府那个位置 如果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退休军宗教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就是202亿 然后那个时候呢 那个氛围 你同样拉到当时的场景 因为23号 陈冲宗陈院长讲说 两类人才可以领 因为要砍掉十分之九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十月大概是 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劳团就要上街头 上街头就是刚刚金兰讲的那个场景 三步一跪 九步一扣 就是那个场景了 那个时候如果您是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你怎么办呢 因为 如果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 一直注意着这些氛围 虽然我们也一直跟观众讲说 劳宝不会倒 政府一定会注意 可是 必须要有很大的声音告诉他 你要尽快解决 这个是对的 但是你不管再这么讲 那个氛围是出来的 劳宝他觉得 劳工觉得我拿不到怎么办 那又看到军工教 连退休人都有 所以在那个当下 政府做了那样一个处理 当然现在看到 还不知道定案是什么 如果您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不当下马上处理吗 因为如果不处理 那个氛围 那个劳团 只要一上街头 哇那可能就不是三千人了 那可能是三万 而且可能夜数哪里 然后一弄下来 就接下来 就不可收拾了 如果是您 您不会这样做吗 你一定要处理 问题是你怎么处理 那你处理的 这种对策 是不是你自己可以实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他有一个处理 但是他可不可以实现 是一个问题 因为 他内部没有摆平 对策略吗 对策略吗 对策略吗